今天的地球气候环境问题无需再解释,已成为人类社会严重的二维问题。 国际社会深刻地认识到,能够让处于微积的地球恢复进行的方法是只有绿色技术成本实践的事实。 一年一次,各个国家听过一年FCCC提出各种法律方案, 当时对于会议严重的气候环境,一年只能有一次是一年。 这可以说是IOWGCA的设立背景。 IOWGCA气候环境宪法是基于气候环境关联的国际法和维也纳协议等条约法而制定的。 支援从发达国家G20和发展中国家联合体G77及最贫穷的国家和岛国为止, 对人类产生不良影响的所有有机体和无机体的监察、监视、指导、教育、共读调查, 而且挖掘全球绿色技术产品、企业等通过国际绿色验证、认证系统, 履行国际绿色产品实践提供支援。 IOWGCA宪法实践国际机构,此后2013年将具有知识产权的IOWGCA宪法简约的GCA宪法, 在当时G77一场国的北纪联邦国,根据国际公立新方法进行了委托登记。 而且为了履行国际公务,正式名称从INGOWGCA并公为IOWGCA, 扩大范围1000多个下属机关,在8个大陆履行正式的国际标准, 预设责任实践公务,其中包括亚洲全境的亚洲联盟是IOWGCA设立董事会直属机关, 拥有40多个下属机构的IOWGCA总部中的一个。 亚洲联盟最重点的项目是地下矿物资源的开发和成透设备事业。 为了开发矿物资源,天然地下矿物埋藏量多的北韩与中国为起点, 蒙古和南美洲地区的波利维亚和壁鲁等安地斯山脉周边为止, 囊括了全世界矿物,进行采矿、农炼、经过冶炼后, 根据国家和企业的需求,计划建立一个可以配送的一战式系统。 亚洲联盟拥有进行所有领域事业的总部,其特征如下, 拥有IOWGCA的所有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相关的负责法律领域的国际律师本部, 相似的国际专利本部、国际会计法人本部、印证本部、 国际绿色技术监察本部。 而且与世界矿物资源研究关联的国际矿物资源贸易本部、 国际城市开发事业本部、建设本部、国际城市铁路建设本部、 发电站本部、国际城套设备事业本部、能源本部、 国际航空MRO集群本部、国际航空物流本部、国际纤维服装本部。 另外作为创造未来发展可能性的大学总部关联的本部有 医疗福利本部、国际旅游产业本部、国际农业生物技术产业本部、 国际新技术开发事业本部、信息技术本部、 亚洲联合国际大学和亚洲联合政策研究本部。 而且包括支援亚洲联盟所有金融业务的亚洲联合银行、 国际证券交易所、亚洲联合教育银行、亚洲联合教育研究院、 气候环境期货交易所平台、FX本部、资产运营本部、 蒙古气候环境期货交易所、蒙古文化交易所。 最后有管理亚洲联盟媒体的媒体广播本部和国际媒体内容开发事业本部、 国际娱乐总部、国际跆拳道世界化本部。 进一步亚洲联盟代表亚洲及全世界成长为旅行气候环境保护实践责任的国际机构。